今晚一开始是重大消息 疫情破功了吗 H7N九情六干已经出现了第一起本土病例 疾管局傍晚五点半紧急举行记者会 确认是位53岁的本国籍男子 他是从江苏工作返台三天后发病 目前病况很严重 是在负压病房中隔离医治 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这期间男子已经接触了139人 其中还有三名是密切接触 疾管局也将持续关注 证实台湾第一例的境外移入 H7N九流感疫确诊的病例 个案是53岁男性台商 发病前在江苏省苏州工作 返台三天后发病 检验结果刚刚才确认